大家提供 大家提供 贊事托案 贊事托案 過去他在廉政署長任內 處理宜蘭縣長林茲廟 涉探案聲明大奏 這回鎮辦高宏案案件 率領鑽石公訴團 包括北檢公訴組 主任檢察官林佩基 加上熟悉案情 起訴高宏案的公訴檢察官 盧慧山和司法官 第四四旗的李明哲 以及五十五旗的廖彥均 暴力犯罪率其實是逐年下降的 然後我們暴力犯罪的 破案的比率是逐年上升 時任市林地檢署 檢察官廖彥均上廣播 大談少年暴力犯罪和反惠選 廖彥均過去在試檢 阻責棄毒表現優異 獲得當時行政院長賴清德頒獎 也偵辦過震驚社會的 雅林沙父案 那各界也都非常的關注 而高宏案不只助理費貪污案 包括先前和資策會的著作全法爭議 五度進行協調 最後因為和解聲明 喬不攏 協調破局 最終資策會決定回到訴訟 刑事庭法官將擇日再開庭 公安身陷各個官司 檢方都不是省有的燈 三立雄告訴我們 又可能在報導